最多的炭足機是 牛肉 牛肉嘛 条马轻轻刷一下 牛肉汉堡炭足機一目了然 你如果每天早餐 吃一个牛肉汉堡 那一年下来乘365 是1657公斤的二氧化碳 你如果要开 这支开啰 还有这台宝特瓶抽丝机 大爱感恩科技人员 仔细说明使用方法 从实地操作到讲解技巧 都要专心学习 行动环保教育车 导览志工培训课 人人请做笔记 我会介绍的就是 水生五宝是拿五宝 然后为什么要用它 引导小朋友 一次性的餐具 它有时候也是 除了制造环境污染之外 有时候吃到我们肚子里面 也是有很多的塑化剂 会影响到人体的健康 对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 今天我的收获 主要承担的那个关卡 就是碳足迹 碳足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 我们这一次的研习的重点之一 如何减碳 就像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食衣自行都可以做到 最基本的一些减碳的一个工作 接下环保教育的任务 要让每个参观民众 感受创意与智慧兼具的 低碳生活理念 大家新闻 这是下美职工 叶苏玛 赖世宝 嘉义报导